第四季原本是笔电的淡季 但是受到通路需求 由于预期 华硕因此上修了出货的计增目标 有机会达到15%到20% 另外一个厂商惠普传出了 他们向音叶达追单 这让11月份的笔电出货量 冲到了250万台以上 创下历史新高 是笔电也是平板 华硕变形笔电 Transformable T100 开卖到现在不到两个月 市场需求热度高 加上10 11月连续接货海外订单 让华硕有机会上修第四季 笔电出货计算目标 达15%到20% 由于原来预估的8.8%水准 一个公司最重要是把自己 把它变得很强 然后可以应付各种不同环境 在一个比较糟糕的环境 也不要生病 但是当一个人已经生病的时候 环境很糟的时候 它更难护眼 这是一个状况 除了华硕笔电集单出笼 另一大厂惠普 也传出向营业打追单 让11月出入表现比预期要高 抽上250万台以上 越成长31.5% 打破在9月创下的 235万台新高记录 渴望位居笔电代工五哥之冠 另外笔电品品牌厂红机 由于股价近期处于历史低档 同事会通过下修现增价 从21元砍到16元 由远古东和员工参与认购 同事公告处分龙潭多笔土地 以6亿元出售 预估处分了一约7400万元 依注营运获利 林宋春富 台北道